巴啦巴巴巴巴拉 巴啦巴巴巴巴巴拉 巴啦巴巴巴巴巴 巴啦巴巴巴巴巴巴巴 一张风把力圈开 一路就全没意外 瞪着你的呼唤 修出百变的心态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战事 英雄的乞丐 小巴士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坐好浮温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雪仙风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笑把哥德马上赶到 超雪仙风与你肩并肩 解决问题守护你的笑 计划就在心中 再多险阻也不怕累 小跋车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坐好浮温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雪仙风 就是超雪仙风 近日 明日岛运输公司 为更好的服务市民 与超雪仙风研究团队 共同开发出了一批 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据介绍 这批机器人 具有比以前那批 更高的学习能力 能更有效地提升工作效率 我们超雪仙风 会定期给机器人 做维护检查 以保证他们 一直以最好的状态 来投入工作 真羡慕你 田田 你可是一个人上电视 可太威风了 你上的也不少啊 天才发明家 慢点吃 慢点吃 不要太激动 是谁的来电啊 没 没什么 对了 今天工厂的机器人 还要做检查维护 我得马上出发了 需要我送你去吗 不用了 谢谢你 哥德 我记得 田田不是上周 才维护过吗 嗨 大家早上好 各位 请问田田在吗 真不巧 她刚刚出去了 你们能不能帮我 提醒她一下 她真的需要来 做牙齿检查了 哦 牙齿检查 哦 原来她又跑去 检修机器人 是因为不想看牙医啊 田田这已经是 第三次拖延者 不来做检查了 没关系 等田田回来 我们一定会劝她 去看牙医的 请一定要尽快 田田现在 已经到了换牙期 如果她的乳牙松动了 不及时拔掉 不仅会在受到触碰时 引起疼痛 还会阻碍到下面的 横牙发育啊 抱歉 我打断一下 横牙和乳牙 有什么区别吗 简单来说 刚出生时长出来的 第一批牙齿 就叫乳牙 乳牙在换牙期 松动掉落后 新长出来的牙齿 就叫横牙 哦 我懂了 嗯 牙齿健康 是很重要的事情 换牙期更是需要注意 说得对 如果不注重维护和保养的话 就会变成 这把铲子这样 嗯 肯定不会有人希望自己牙齿变成这样 那就拜托你们了 潮雪先锋 再见 牙齿大叔再见 曼妮莎 你在找什么呀 我在找小苏打给锅铲除锈 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小苏打 嗯 没有 你要怎么给它除锈呢 没关系 塞拉斯有您所需的百科知识 生锈是因为金属雨水和空气中的氧气 发生了氧化反应 在金属表面形成锈层 那么我只要用含氧酸的除锈剂和铁锈发生还原反应 把铁锈变成氯化铁或硫酸铁 就可以使锈层溶解剥落了 顺便一提 我们在家里用小苏打 白醋和可乐 就可以自己调配出除锈剂了 哇 真神奇 这 哎哟 鸭疼不是病 疼起来也是真的要命 不过 上周才检查过 也没必要再检查一遍了呀 哎 不如 给这几个闲置的旧板机器人检查修理一下 让他们也能继续工作吧 W-84 请躺在操作台上 W-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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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85 W-85 好嘞 下一个 啊 怎么回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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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赶紧帮你收 W-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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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85你想开什么 我不是玩具 啊 W-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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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 哎 啊 啊 啊 不好 W-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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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回来 啊 嗯 看来我需要让伙伴们帮忙了 哈哈哈 太好笑了 哈哈哈 一定是因为甜甜你害怕去看牙医 所以机器人也害怕维修了 哈哈哈 但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们现在应该先找到W-85号机器人 嗯 但是 但是街上怎么多了这么多箱子 我想起来了 我那时候也被箱子扳倒了 以前W-85在工厂里做的就是装箱打包工作的 这一定是他干的好事 W-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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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鸟 W-85 快放我出去 我的天哪 街道上的所有东西都被装进了箱子 这太疯狂了 W-85可能是掌管信息处理 和数据分析的中央处理器出问题了 把我出去 把所有东西都以为是自己要打包的货物 这样超复合工作下去 它有完全坏掉报废的危险 我们必须快点找到它 给它维修 超学先锋 超学先锋 是时候出动了 耶 各就各位 脑洞大开 超学能量球集合 超学能量球集合 超学能量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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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枫 这一生总比 超学能量集合 超学能量集合 要我们一起出发吧 我看到他了 他就在前面 W-85 快停下来 我们是来帮你的呀 W-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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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德 变身吊壁车 用吊钩把它抓下来吧 又是我哥德大险神套务的时候啦 超鞋能量 哥德变身 工程吊壁车 哥德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W-85 看我的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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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迪设计的机器人 真厉害呀 真不愧是我做的 超级运动型机器人啊 就算是旧版本 也还是这么强 哼 要是我使出全力 肯定也能追得上它 W-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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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也能 艾迪 快想想怎么阻止 各位 它跑到前面的多层停车场里面去了 我们一定要尽快阻止它 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W-85 你还想干嘛 W-85 你还想干嘛 W-85 看我的 W-85 看前面的多层停车场里面去了 看前面的调整 看前面的满柔 看前面的满柔 都生锈得很厉害了 啊 用除锈剂处理一下就好了 除锈剂 可我们这里没有这种东西啊 我们可以用白醋 可乐 再加上小苏打来配置除锈剂 它们里面的酸 有非常好的除锈效果 对 我早上就是想这样做的 只是找不到小苏打了 这个工厂有小苏打呀 那还等什么 咱们开始吧 W85 我们是在保护你 想让你更好的继续工作啊 你听得明白我的话 你知道吗 我的牙齿现在也和你一样 非常的不舒服 我每次不小心碰到那颗牙齿 都感觉好疼 甜甜 不过 现在我决定要把那颗牙齿拔掉了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 不愿意接受维修治疗 最后可能连动都没办法动了 只要你拿出勇气 我保证会把你修得比以前更厉害 我保证会把你修得比以前更厉害 W85 修出百费 成功 为了我们牵手 让我们牵手 尽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战士英雄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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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潮水先锋 嘿 狗狗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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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就是潮水先锋 W85 W85 太好了 耶 诶 好像 还有事情没有完成哦 我已经准备好了 记得爱护好牙齿 要再出现问题 要及时就医哦 明白 我的牙齿已经拔掉了 原来拔牙并不是很疼嘛 那就好好爱护牙齿 少吃太酸太甜的东西哦 我知道 还要每天起床 饭后睡前记得刷牙 保证牙齿清洁 说到清洁 在你拔牙的时候 我们和哥德已经把街上的箱子 清理干净了 里面的小动物和人也救出来了 歪姬正式解除 看来 你也已经恢复健康了 你看看我的牙齿 先来 W85 他怎么把牙齿包起来了 不会是又坏了吧 才没有呢 W85是在告诉我 这颗牙是勇气的象征 W85 W85 哇 雪都被染上了阳光的颜色 真是太好看了 那是因为雪里面的小冰晶 反映了太阳光中的黄光和红光 所以我们看见的雪就是金黄色的 像是被太阳染了色一样了 雪里面的小冰晶 对呀 雪花都是由小冰晶形成的 这些冰晶都是六角形的 包括细细长长的柱巾 还有薄薄的片巾 世界上的雪花 至少有两万多种不同的形状 十分美丽 所以我们看见的雪花 大多都是六角形的啦 以后上山 可记得一定得多穿两件衣裳啊 这里的海拔那么高 会很冷的 海拔高和温度就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 因为山再高 也还是位于大气最下层的对流层中 对流层中的热量 主要并不是来自太阳光 而是地面对空气的加热 山越高 离地面越远 所以也就越冷了 还有一个原因 是山顶的风比较大 空气的流动会带走大量的热量 这样山顶气温就会比下面的气温要低啦 这叫风寒笑意 没事 我停锻炼 身体棒 没那么容易生病的 哇 能看到这么美的日出 冷一点又在上呢 拍了这么多的雪花 那孩子看了肯定很高兴 嗯 那孩子 曼妮莎 你在说谁呢 啊 只是我的一个网友了 她很喜欢雪吗 嗯 她叫安安 她很喜欢雪 准确地说是喜欢这些飘扬的雪花 她患了一种罕见病 要终身服药治疗 只能一直在医院休养 但是安安的家乡在南方 平时是不下雪的 安安也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真正的雪花 哦 这太让人难过了 嗯 是啊 她还和我说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亲眼看一次雪花 并且痛痛快快打一场雪仗 啊 看 这就是她发给我的画 画得真好 我们应该帮助她 至少让她可以看见真真正正的雪花 和我们打一场雪仗 嗯 对 原来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 嗯 我想帮她实现这个心愿 带她看看真正的雪 啊 刚才我就想问了 为什么她那里会不下雪呢 应该是安安所住的地方靠近热带 气温较高 所以冷空气到不了那里 所以空气中的水蒸气就没办法达到让它凝滑成雪的环境温度 就没办法形成雪了 啊 热得连雪花都形成不了了吗 哎 雪花也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形成的 雪花的形成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都很高 如果要形成常见的六变形雪花 通常要到零下十五摄氏度才可以形成 嗯 安安连雪花都看不到啊 她从来没有堆过雪人 没有打过雪仗 也从来没有在雪地上画过画 而且她现在还在和并魔抗争着 嗯 伙伴们 哎 怎么把安安带来明日早 让她能尽情地玩雪 玩个购 太好了 有了超雪仙风的帮助 安安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让我先确定一下安安的缺切风味 在这里 太好了 超雪仙风出动 各就各位 脑洞大开 超雪能量球集合 咨诊呢 哼哼 游子 风火 边边有放 脑洞大 María 中文尖 大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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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 大牧 魔术雪 エピランテ 代表运动 这一剑总的乱 让我们维修 飞行装置 加装完成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天哪 这不是做梦吧 你们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嗨 这点小问题 怎么可能难得倒我这个天才 都伙伴们嘛 这边这位甜甜姐姐 她可是网络高手 就是她根据大数据分析 找到你的定位的 安安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要帮助你 带你去看一次真正的雪花的 真的吗 是像这样的雪花吗 对 不止这些 还有更多其他奇形怪状的雪花 而且我们还可以打雪仗 对雪人 做好多好多好玩的事情 哇 但是我还生着病 医生说我要一直在医院疗养才行 我们去一天就回来了 很快的 不是 安安不可以去明日岛了 为什么 我刚才问过医生 安安现在的身体情况很虚弱 是没有办法支持她进行长途旅行的 这里离明日岛还是太远了 安安不可以 那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把明日岛的雪 缠一些过来 安安去不了那边 我们可以把雪晕过来呀 好了 小静 这不实际 那 那我们过来是 等等 说不定可以 如果没有雪 那我们造一场雪不就行了 你是说 造雪机 你们想啊 雪花是大气中的水蒸气 遇到冷空气凝滑而成的 只要满足水气凝滑结晶的条件 嗨 反正我知道 只要造一台造雪机 就没有我喷不出来的雪花 理论上是对的 塞拉斯 行舍于言 这是你一直告诉我们的 嗯 好吧 那我们就试试看 哥德 我需要你变成修理车 和我一起做造雪机 没问题 超鞋能量 哥德变身 工程修理车 哥德 Prepare for this 耶 耶색 天呐 超雪先锋好厉害呀 你们什么都会做吗 不不不 我们不是什么都会做 我们只是什么都愿意去尝试 真棒 很快 安安也要尝试到第一次见到雪的感觉啦 造雪机 完成啦 火鸡们 准备好了吗 太好了 好久没洗车啦 我们是要下雪 不是要下雨啦 对呀 我们是要下雪 不是要下雨 艾迪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它的结构明明没问题啊 艾迪 你没有装制冷装制吗 制冷 造雪机一般不是都要先对水进行冷却 让它们变成冰以后再进行打伞喷出来的吗 呀 我忘记了 这里的温度是零上了 明日到的冬天是能够达到造雪温度的 所以以前造雪我就没装冷却装置 但是现在这里气温远高于零度 水没办法结成雪 所以这个造雪机只是利用高压 把水打伞成粒子状喷出来 然后再依靠环境的低温将它们冻结成为雪花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哎呀 大家别这么失落嘛 今天你们来看我还给我带礼物 我已经非常高兴了 嗯 你看阿里给我画的山峰顶上也还有雪呢 对呀 山峰 是山峰 小金 你还记得吗 为什么高山的山顶会比山脚的温度低 是因为海拔越高气温越低 对流层的热量主要不是来自太阳 而是来自地面的加热 而且山顶风速较大 空气稀薄 大气保温较差 不容易储存热量 山顶的海拔太高 不容易吸收地表温度 所以海拔每升高一千米 温度就会降低六摄氏度 对呀 还有这种方法 如果我们找到足够高的山峰的话 那山顶温度就会是零度以下 那里就会有雪了 这里附近的山区温度是九摄氏度 我也有发现 在西北方向约十一公里处 有一座海拔四千米的山峰 那上面说不定会有雪 等等 海拔每升高一千米 气温就会下降六摄氏度的话 那就是下降二十四摄氏度 九减去二十四的话是零下十五摄氏度 真的吗 那是不是就可以看见完整的雪花了 那当然 数字从来不会说谎 那我们还等什么 等一下 我们得通知一下 安安的主治医生才行 我还需要哥德变成运输车 我要把这个大家伙也给带去 在山顶上 这个造雪机就能派得上雍场了 医生说 安安只要不远离医院 以哥德的速度五分钟就能到达 三十外出一会儿是可以的 太好了 让我变成运输车吧 耶 伙伙伴们 我们到了 哇 这简直是白色的世界呀 太美了 零下十五摄氏度 果然是适合完美雪花的温度呀 伙伴们 更多更多的雪花要来咯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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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我终于见到雪了 看着 谢谢你们 超雪先锋 我今天玩得很甘心 能帮你实现心愿 我们也感到很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